記者說,根據紐約東區聯邦地區法院的文件,被指控的是紐約華人社區熟悉的人物,紐約市警111分局, 撞足華裔社區聯絡官,往往白馬突結。他現年33歲,加駐長島立蘇縣。 他涉嫌在2014年8月起,從事中共代理人在欺騙美國國防暴的情況下, 榨取美國政府的財產並在SF86C國家安全立場調查表上,做出虛假陳述。 他被指噴煩向至少兩名中共駐紐約總領事館的官員匯報紐約藏人的活動, 並提供包括文字、標誌、圖片和聲音等情報。 法庭文件還顯示,昂旺曾經在2019年11月14日向中領館官員請示, 並稱中領館官員為老闆信問能否接受新唐人電台的曉天訪談節目採訪。 其中部分對話如下,昂旺說,你知不知道新唐人電視台呀? 中領館官員回答,新唐人電視台是法輪功的嘛? 昂旺說,是,紐約市警察總部找我,問我可否接受新唐人電視台的曉天訪談節目採訪。 中領館官員回答,因為新唐人電視台,中國是完全反對的,我覺得你絕對不應該去做。 法庭文件又顯示,中領館官員還提到,中共對法輪功的打壓並沒有放鬆。 新唐人的每一個人,無論是否法輪功學員,都在中領館的一個黑名單上。 昂旺出生在中國藏族,2004年來到美國後,通過政治庇護獲得美國身份。 2014年加入紐約市警隊,目前仍在陸軍預備役中任職。 擁有秘密級別文件訪問資格,紐約市警察局長希亞。 週一發表聲明表示,昂旺的所謂是違反了她對美國國家、美軍、紐約市警察局的宣誓。 希亞在聲明中說,紐約市警察局情報及內政事務部, 從事件一開始,就與美國聯邦調查局緊密合作,務求將嫌疑反乘次於法。